Insta360 ONE X2 的全景影片有多大 backup 了到电脑的影片 可能可以过到手机剪片 过到手机apps的影片如何拿出电脑用 今天我会教大家9个新手必学的档案管理小知识 让你备用这些超大的影片档案时省时间 先剧透一下 用Android 比用iOS 方便 事不宜迟 我们去片 By the way 今天我讲的东西 Insta360 ONE X ONE X2 和 ONE R 都合用 第一 你没听错 相机 手机 和电脑之间的档案是可以互相抄来抄去的 只不过没有你想像中那么简单 我估计不少观众跟我一样玩了一排360相机 发觉自己的影片save 了到不同地方 有一些片在相机里面 有些就在手机app 里面 有些就backup 了到电脑 有时相机和手机有同一条片 一边用来剪片 另外一边准备用来backup 到电脑 好像很有plan 不过我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没有首尾的 迟迟不backup 不记得backup 了吗 又或者backup 了不记得铲铲记忆卡里面的影片等等 久而久之的影片放到周围都是 想用的时候又不知道这些档案放在哪里 但其实Insta360的档案是可以在相机 手机和电脑之间互相抄来抄去的 这样的玩法就不同了 例如过了下手机的影片是可以拖到电脑的 那你就可以立即清空相机 把记忆卡去继续拍 又或者将那些影片由相机过到电脑 然后铲走相机里面的那些 等要剪的时候才由电脑过到手机都可以 想知道怎样做就继续看下去了 但为什么我这么想删除相机里面的影片呢 因为他们很QR位咯 我们就先看一下360全景影片档案究竟有多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男孩 这个频道是讲360相机的 你在看的是Insta360 ONE X2相机教学系列的第五集 我将其余几集的连结放在下面影片描述栏 有兴趣之后可以去看 第二 Insta360的影片档案究竟有多大 要学好档案管理的原因 因为360影片的Files 真的很大 未买机的朋友要留意下 以Insta360 ONE X2为例 拍摄5.7K解像度每秒30格的影片 而1秒钟的影片会用了13-17MB的记忆卡空间 无论选择哪个影片编码 Files Size都差不多 即是如果你拍半个小时单车片 就会用了大约30GB的记忆卡空间 还会生成3个档案 在下一点我会详细讲到 不同拍摄题材 档案大小可能会有些出入 但这些档案size点都不会小 而且Files Size太大 过片时很麻烦 加上它的档案格式也很特别 了解清楚格式才说如何处理档案会好些 第三 Insta360影片档案格式有什么特别 影片格式是INSV 是insta360的专用格式 即是在电脑要用insta360studio的app才开到 一条片会有三个档案 两个是VID开头 另外一个是LRV开头 VID代表video即高清原片 因为全景影片资讯量大 所以它分了两个档案来储存 在档案名这个位一个会是00 另一个档案会是10 这两个档案是缺一不可的 事但拉一个进去insta360studio app 都会认到一条片 认清这两个files很重要 未来下面会说的东西都是围绕着这两个VID档案来说的 LRV代表low resolution video 是条片的低清copy 用来在机身的模式快速预览影片 以及协助AI识别和场景分析 是不是代表可有可无呢 等会说到过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现在我们看看如何搬运这些又大又繁的影片档案 B the way 今天我说的方法都是基于这一堆软件版本和firmware 第二天软件更新后方法可能有点不同 大家要留意错了可能不关我事的 第四 back up 了电脑的影片怎么过回到手机呢 通常都是档案太大 wifi 过手机太慢 逼着save 到电脑 腾空将记忆卡方面第二天继续拍 但原装insta360 电脑 app 功能太差 想由电脑把影片过回到手机app 没问题 用iOS的话就做这三个步骤 之后跟你说Android 怎么办 第一 在你的电脑开一个新folder 将它的名称改做input 然后将你想过的影片放进去 记住要放完之前讲的两个vid档进去 LRV档就不用了 第二 手机用USB线接接到电脑 打开iTunes 然后按这里打开你的手机 第三 选择filesharing 然后选insta360 看看里面这个input的folder是否0kb 是的话把你刚刚开的叫input的folder 直接拉到这里 放手 然后选replace 等它拌好它 打开APP 就会见得回一些片 如果过片的时候 APP是开了的 要关掉它再开过才见得回一些片 想调转把手机APP的片过回到电脑 等会在第六点会教你 现在等我照顾了Android用家 用Android的用家就有福了 因为两个步骤就搞得好 第一 手机用线拨电脑 记得选择档案传输模式 走进去电话的folder里面 打开它 接着打开Android 打开Data 接着打开这个folder 它的名字叫做 com.arashivision.insta360 akiko 之后打开Files 之后打开Insta360 1r 之后打开Gallery Original Depends on你用哪部相机 打开相应的folder 譬如我用1x2的话 就打开这个 接着打开Camera 01 这里就是Insta360手机APP 储存影片的folder 这样一样 把你想要过的影片 全部抄进去 一样要拉上两个VID档案进去 打开APP 就会见得回一些片 这个方法很适合过超大档案 快过和稳定过Wi-Fi 而且可以顺便backup到电脑 一举两得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我不用线 直接由相机过片下手机 其实都可以 但是不是人人得 让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 by the way 如果觉得这条片帮到手 记得给个like 帮手叫youtube推条片 出去给更加多人看到 如果有360相机教学片的ideas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第五 不用Wi-Fi 用线过片下手机行不行 如果你用onex 用跟机那两条数据线就行 但onex2的话就不是人人得 Android的用家又再一次有福了 我试了用Apple iPad Pro的箱 向USB-C线去连接Pixel 4a 和onex2 它是认到部机和过到档案的 以下几个步骤要跟随次序做的 第一 将onex2的USB模式设定为Android 第二 插线到onex2 第三 插线到手机 第四 它会问你打不打开App 你按确定打开 你看到已经显示连接好了 登登 认到了 我只是试了Pixel 4a 不知是否每部Android都可以 而且一定要跟我讲个顺序去做 插好两边线才打开onex2竟然是不可行的 另外USB-C线有很多种 我不确定是否每一条都可以 但Apple原装这条就一定可以 至于iPhone的用家呢 首先USB模式不能选iOS 然后用同一条线接到iPad是没有反应的 听闻在苹果专门店买的onex2可以做得到 不过这一部不是 所以我试不出 直接用线接手机虽然方便 但不能顺便连接到电脑 下了手机App的视频又有没有得拿到电脑用呢 可以 现在就跟你讲怎样做 第六 将手机App里面的视频过到电脑 回入了手机的影片 不是save在手机的相簿或者记忆卡里的 而是save在App里 要拿出来用没那么容易 但都有办法 我都是先讲iOS怎样搞 之后再讲Android 都是三个步骤 第一 iPhone用线接电脑 在iTunes按入自己的iPhone 走去File Sharing 选择Insta360 选择Insta360 选择DCIMD的资料夹 然后按save 选择Save 上边 开新folder 叫做Download 按Download 按Select Folder 这样它就会开始把视频下载到电脑了 因为档案都比较大 所以会用一点时间 这样就可以把App里面的相同视频过到电脑 留意它是整个Album下载的 但是没得逐条片选择 Android 机的方法都是简单 插线下手机 一样打开手机 按进去 选Android Data 同一个Folder com.arashivision.insta360 Akiko Files 选择Insta360 选Gallery Original 根据你的相机选择相应的Folder 今次我打开1x2 之后按Camera01 将里面的档案copy到电脑就可以了 用Android的话还可以选下载哪条片 所以我在片头说Android方便过iOS 记得Download了两个相应的Vid档案 少了一个条片都不合理 但是没有缩图看怎样选择片 现在就跟你说多两个提示 等你handle那么多的Files那时候容易一些 第七 了解档案命名规则 第一 档案名说给你听 这条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里面有写清楚拍摄日期和时间 它的命名规则是Vid Underscore 年 月 日 时间 接着00或10 最后就是影片最好 好像这段片一样是2021年3月29日 下午3点12分拍的 如果这条片不是拍了很久 你靠个拍摄时间应该大约猜到这条片说些什么 不够吗?再给你一个提示吧 第八 拍片前录一段提示说话 这个是我的个人习惯来的 5.7K 每秒30格 H.265 X2 连接 Airpods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蓝鞋 因为这个频道我常常要拍测试片 用这个方法可以帮我分得出哪一条片打哪一条 第九 说了这么久 到底LRV档案究竟有没有用呢? 如果你会把backup 了到电脑的片 过回到相机的记忆卡 过了LRV档的话 可以在相机看一条片 没过LRV档的话 情况就是这样 但纯粹在电脑或者手机APP剪片的话 有没有LRV档案就真的没什么分别 最少我自己没有backupLRV档案 玩了一段时间都没什么问题 学会了怎样管理Insta360的档案了 想学习怎样用它们剪片出来 可以看这条片 我是大蓝鞋 没什么我出去拍360 下次见 拜拜